這是老闆 這裡有些麵,原來是魚麵 相信很多人都未聽過這個名稱 我也是第一次來聽過這個名稱 所謂魚麵,就是用鯪魚肉混麵粉 打成一個麵條,類似日本的麵 非常好吃的 吃下去是有一種魚味 這裡就是成績 魚麵,例如現在牛腩麵 都是38元,但牛腩非常好 非常好吃的,很像鏗腩一樣 非常之好 這裡的環境亦是幾闊落的 都幾乾淨 這裡就是香港仔 這裡就是石排灣 對面有船搭去浩台島方向 我們就由香港仔巴士總站那裡 走過這條天橋 穿過這條馬路 對面就是搭船的 今天就是星期六 現在這個時間是10點55分 現在香港仔那裡 現在是起了很多 那些新的樓宇是非常之高的 現在我們走去搭船了 起駿上北木工冬 ahead pace 再上北木工冬 這裏是香港仔的海濱公園 這個海濱公園設施了很多 也有休息屋、捉藏棋等地方 現在也有康樂活動 是給兒童玩的 前面是南亞島和葡萄島 好 我們沿著天橋下來之後 然後轉左邊 這裏也是翠華船部負責的 他有去南亞島、榕樹灣、赤柱、葡萄島 我們想看一看去葡萄島的時間 前面那裏就是南亞島發電廠 這個地點是公眾地方 所有人不想一直佩戴口罩 為例者可被避免 這個地點是公眾地方 所有人不想一直佩戴口罩 為例者可被避免 這個地點是公眾地方 這裏就是公眾地方 前面那裏就是南亞島發電廠 這裏就是南亞島發電廠 這裏就是索古灣 這裏就是索古灣 這裏就是索古灣碼頭 就是回到中環碼頭 那裏 你看一下海浪 打到那些海石就全部都有一圖案,粒不平的,很漂亮 但是那些石又比较有红红色的,形状十分之漂亮 那些海浪升也很大,冲击那些大石的声音就非常清脆 现在这条小径就去索古湾,两旁都有一树在这里遮阴,所以阳光就不会全部直下来 走这条小径就非常之舒服,加上今天虽然天气热,它仍然有一些风,比较舒服了很多 由这一路直去,就是去石古湾的码头方向,就是回中环的方向 这里就是索古湾了,这个索古湾有个码头,就是回到中环码头的 就源自这一路一直回到中环码头的了 这个索古湾来说,它的地形就像U字形那样的,就非常之漂亮的 就拍满了游艇这样的,加上它前面那里也是大海,这个索古湾,也很漂亮的 现在我们沿着这条小径,一路去石古湾的码头的方向,就是这个位置 估计呢,大约走三十分钟左右,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又走过 这条小径,这条村呢,这条村呢,这条村呢,看上去呢,都不是很多人住的 即是木岛来说呢,都是十几间的独立屋,那这里也有人卖茶果的 那这个索古湾码头呢,就经过这条村一路直去呢,就是了 现在这里呢,就是索古湾村了 现在这个索古湾村呢,前面那里呢,就有个码头 就去回中环方向的码头了 那这里呢,那里也有个沙滩,那沙滩呢,就真的可以水清沙游了 我们都看到沙底的了 那现在我们沿路看到呢,就是在这里的方向呢,那些山呢,山形都很漂亮 那里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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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現在沿著這條路 一直去碼頭 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也是周末 遊人都不是很多 都是零零碎碎 大多數全部都在南瓜島方向 剛才我們就在榕士灣 就是南瓜島的方向走到這裏 都發了整個 但是現在疫情關係 所以這個海灘都封閉了 前面那裏有海灘 這個海灘都很美 這個碼頭就是中環碼頭 這裏是索古灣 這個是索古灣碼頭 現在這裏是索古灣 這裏街兩邊也有很多食肆 海灘食肆是非常之多的 是 是啊 所以放了半個小時 放了半個小時 放了半個小時 所以說不是 是啊 變了幾度又站不走波 也沒人站不住 是啊 兩頭走 今天這個索古灣那裏 現在看下來 就在南亞島這個榕樹灣那裏 辦個山就來到這裏 由這個南亞島這個榕樹灣 馬頭 是來到這裏 應該是我們走到有1個小時 零45分鐘的上下 就來到索古灣這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來說 亦都有很多那些三層高的獨立樓房 那它這個街道呢 就吃市就差非常多 走樓也有很多的 那你可能知道 你看看 平時來說 它真的可以說得 那些桌子都有很多的 都有32張桌子的 現在我們錄到 那現在前面那裏 剛才介紹給你們聽 這個馬頭就叫索古灣馬頭了 就是去中環方向的 那現在這班船呢 就是由中環那裏開來索古灣的 剛才到的 現在這個時間呢 是2點24分 現在是埋這個索古灣馬頭 現在呢 人呢 就開始排隊了 那這班船呢 都坐很多人的 坐百多人的 現在人呢 就開始排隊了 那這班船呢 都坐很多人的 坐百多人的